19日晚,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发布通告,要求外籍人员迅速撤离国杆老街战区,因为战斗即将打响。 同时,缅北诈骗集团明氏家族三名主要成员被抓,为首的明学昌在抓捕过程中畏罪自杀。 国杆四大家族支手白家也处在覆灭边缘,白锁城被缅军拦截,其命运已定。 有消息称,白锁城的三个子女在乘直升机逃跑时被火炮击中击毁人亡,但消息带证实,这些迹象显示,国杆甚至整个缅北正处在全面洗牌的前夜,可能对整个缅甸政局产生深刻影响。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国学经典的世界,共同去追寻,感谢订阅。 很多朋友可能对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感到陌生,但提到其前任领导人,国杆王,彭家生,大家都会觉得很熟悉。 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这只有彭家生等人在1989年创建的军事力量,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在缅甸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彭家生,这名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国杆王的领导者,无疑是这个国家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他的长子彭德仁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他的位置,引领同盟军走向新的阶段。 国杆,这个被人们称为九反之地的地方,一直是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 彭家生在1989年的兵变和脱离免贡,正式拉开了国杆政治斗争的大户,在他的领导下,同盟军与缅甸政府达成了和解,成为了第一支与政府签署政治和解协议的少数民族武装,并成立了善邦第一特区。 然而,不到四年的时间,彭家生就遭到了副手杨茂良的背叛,被迫离开国杆,但三年后,他成功地重新夺回了国杆政权,一血前耻。 然而,2009年,缅甸军政府推出边防军改变计划,这一计划遭到了彭家生的坚决抵制,但彭家生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的部下白索成宣布效忠缅甸中央政府, 使他再次被逐出国杆,尽管同盟军在2015年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攻,试图重新控制国杆,但他们始终未能如愿。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要订阅他,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接着往下看吧。 在彭家生的领导下,同盟军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杆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 新兴势力明家开始展露头角,逐渐在国杆和缅北其他地区建立起庞大的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等黑色产业, 而明学昌作为明家的代表人物,通过精明的策略和强大的实力,逐渐在特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回顾了历史背景之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此次国感和缅北变局的主题,从缅甸全国的局势来看, 军政府目前正忙于处理国内的政治危机和冲突,自从2021年缅甸军方接管权力以来, 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许多少数民族武装选择与民盟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合作, 并组建了人民保卫军,拒不完全统计,自2021年以来, 政府军与人民保卫军和民帝武之间发生的冲突和暴力事件已经超过了两万六千起, 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现在,军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国土面积越来越少。 这一局面为彭德仁提供了机会,从上个月27日开始, 由民族民主同盟军,德昂民族解放军和若开军组成的三兄弟联盟在善邦北部发起了1027行动, 并不断扩大战果,起初,固守国杆的白索成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的二儿子白银仓甚至放出话来,称要打到同盟军, 然而,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国杆的局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同盟军打出了清除电信诈骗的口号, 这也从道义上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找到了理由, 国杆的几大家族可以说是多行不义必自闭。 然而,我们也要以更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场冲突, 同盟军进入国杆后是否能够彻底清除犯罪活动, 这一点还有待观察。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缅北冲突已经导致了大量当地居民的流离失所。 这有可能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止冲突的外影, 比如,榴弹可能给中国边境一带民众带来的威胁, 以及可能产生的难民问题。 最后,1027行动不仅带动了人民保卫军以及其他民地武, 缅甸政府军陷入了多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缅甸国内局势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 究竟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还有待观察。 缅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王朝时期, 然而,近代以来, 缅北始终处于政治和军事的漩涡之中, 从二战期间的英属殖民地时期。 到缅甸独立后的军政府统治, 再到近年来, 政治改革和民族冲突的加剧, 缅北地区一直是各种力量角逐的焦点。 在二战期间, 缅北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 英国人在这里建立了公路和铁路系统,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二战结束后, 缅甸独立运动爆发, 缅北成为了其中一个主要的战场,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都曾在此地进行过战斗。 在缅甸独立后, 军政府成为了该国的主要统治力量, 然而, 由于政治腐败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缅北地区的民族矛盾逐渐加剧, 尤其是国杆地区一直是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 彭嘉生等人在1989年创建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成为了国杆地区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缅北地区经历了多次政治和军事的动荡, 尤其是在近年来, 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 许多少数民族武装选择与民盟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合作, 并组建了人民保卫军, 而缅甸政府则采取了军事手段来镇压这些武装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 1027行动成为了缅北变局的一个重要事件, 这一行动不仅带动了人民保卫军以及其他民地武, 也让缅甸政府军陷入了多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缅甸国内局势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 究竟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还有待观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1027行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果敢地区的几大家族已经逐渐失去了对地区的控制力, 然而, 这场行动是否能够彻底清除犯罪活动还有待观察, 同时, 这场冲突已经导致了大量当地居民的流离失所。 这有可能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此外, 我们也要注意防止冲突的外移, 比如, 榴弹可能给中国边境一带民众带来的威胁, 以及可能产生的难民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场冲突, 首先, 同盟军进入国杆后需要尽快恢复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稳定, 其次, 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清除犯罪活动和网络诈骗等黑色产业, 此外, 需要积极推动政治和解和民族团结的进程, 以缓解缅北地区的紧张局势。 对于中国来说, 缅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中缅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需要加强与缅甸政府的沟通和协调, 共同推动缅北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同时, 中国也需要加强与缅甸民间组织的联系和合作, 促进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合作。 总之, 1027行动是缅北变局的一个重要事件, 我们需要采取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来看待这场冲突, 积极推动政治和解和民族团结的进程, 以实现缅北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同时, 中国也需要加强与缅甸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联系和合作, 为推动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 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